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體會議議事錄 檢察官蔡立清 財政部國庫署財務規劃組副組長呂知慧 行政院主計總署公務預算署專門委員徵幻動 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署副署長張宏君 主席曾召集委員正香 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決定確定 二本院議事處含請本會審查 行政院含請審議 國軍退除一官兵輔導 條例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院委員楊英雄等18人擬拒 國軍退除一官兵輔導條例 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等兩案 經提本院第八屆第八會期第八次會議報告後 均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投论事項一審查行政院含請審議 國軍退除一官兵輔導條例 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本院委員楊英雄等18人擬拒 國軍退除一官兵輔導條例 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楊英雄委員說明提案要指 國軍退除一官兵輔導委員會 負責任委員金曉輝救養養護處處長 造邱營報告 行政院提案及針對委員提案提出說明 委員黃偉哲等委五人質詢 軍由國軍退除一官兵輔導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金曉輝 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兼執行官普澤春 仍是參謀次長市次長許遠普及其答覆 決議一登記質詢在場委員 竟已發言完畢 報告及詢答結束 委員鎖提口頭及書面質詢未及答覆 或要求提供資資訊 請相關單位於兩週內 以書面答覆委員並付資本委員會 委員令指定期限者重啟鎖定 委員肖美琴等五人鎖提 書面質詢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三二審查結果 第二條及第三條 軍召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四 全案審查完 據審查結果提報院會 院會進行二度前 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陳昭紀文 正相做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好 請議事人員宣讀報告事項 宣讀本日議事日程報告事項 邀請國防部部長高廣齊報告 四個月軍事訓練問題 檢討及格新做法 並請內政部議政署派員列席 並被質詢宣讀完畢 好 我現在介紹楊英雄委員 介紹列席的官員 副部長鄭德美 長次王興隆 副總長柯文安 副總督察長吳寶坤 政戰局副局長鄭聲揚 軍備局的副局長黃仲奇 主計局稅計處長劉明山 軍備局副局長陳建桐 戰規師的軍事編裝處的處長柯永生 治規師師長陳振騎 法律事務局長陳振騎 法律事務局副局長陳振騎 法律事務局副局長陳振騎 整平局副局長陳振騎 全民防衛動員是主任運動員 傅務局長陳振騎 全民防衛動員是主任運動員 曾峰市剪任编撰王建国 仁师赤长徐元璞 秦赤市的助赐张元勋 座基赤的助赐唐华 后赤市的助赐李福华 通知市助赐夏光亚 迅赤市市长陈晓明 陆军参谱长全子瑞 海军参谱长肖为民 空军参谱长博洪辉 后辈参谱长李世国 县兵参谱长周广奇 内政部预政署的副市长梁国辉 下面请国防部副部长 就四个月的军事训练的问题 检讨跟革新作法做报告 敬爱的主席 委员先进 我是国防部副部长 郑德美 在此向主席 各位委员报道 并向大家请安问好 今后未来请大家多支持 今天非常地荣幸 能够邀请到大院委员会 就四个月的军事训练问题 检讨及革新作法 进行报告 陈蒙作务委员先进 长期以来对国军 建军备战的工作的指导跟关心 使国防的事务 施政不断地能够精进 在此表达诚挚的敬意 跟感谢之意 因应兵营制度的转型 自102年起 83年次以后出生的一南 即转换接受四个月的 严格的长辈兵营训练医 有鉴于军事训练一南 决心后 立即地纳入后备部队动员 并员动管 取训练的粮域 直接攸关国军 后备部队战力胜聚 所以国军各级接训的干部 均能够秉持责任的重大 全力以赴 为接训迄今 仍有训量调控 经济的攻坚 以及长辈部队应接训 影响长辈任务的税行 等问题 本部将深入地检讨 提供具体的措施 改进方进 并前瞻未来训练的环境 及革新的做法 掀起测定方向 规划架构 其能够持续精进 达成训练的目标跟任务 有效地提升国军整体的战力 接着就今天的议题 特别请训事士陈中将 向主席 则各位委员来做专案的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先进 请就专题提出报告 前言 长辈兵役军事训练为国家兵役制度重大变革 因应募兵制推行 83年次以后出生的一男 仍依据宪法赋予的兵役义务 征集入营 接受四个月以内军事训练 期满节训 纳入后备部队边管 以广主国家后备站立 私训迄今 训况正常 均可达一期训练目标 为训练能量的调控 备受大院及社会的关注 现仅就接训成效 现况检讨 精进措施 及未来精进方向 报告如后 接训成效 常被兵役军事训练 自102年启动 接训职前 本部依序 策班训令 订定计划 严定训练配当 汇编工作手册 并准备训场 师资 训练资源 及精控训练流露 以完善训练准备 接训迄今 继完训益南 23个梯次 7万4千余人 各梯次的训练 均于期末 由兵尖 也就是部训部 编组建策小组 针对9项科目 实施训练成效验收 统计从102年到104年 第一阶段训兵训练的 期末建策 及第二阶段的专长训练 均达合格标准 可以满足后备部队 专长边管需求 现况检讨 第一 受学制等因素影响 下半年的私讯能量受限 又与我国学制 均于6、7月份毕业 以及大专毕业提早露营 数其两阶段报警等 辩明政策 经常形成上半年度 征集数不足 训量有余 下半年度 征集进风 尖风 训量不足的状况 争目转换期间 志愿役 义务役 四个月的军事训练 以及补充兵等 四类一南 并行征训 国军的最大龙训量 以趋近饱和 一南 采逐越逐梯的补充 属于人力 人力维持的正常现象 但是103年 属其尖锋时段 因为上列的种种因素 导致部分 亿南不能如愿及时露营 本部 秉于亿南及家属的 齐败英切 社会各界的关心注目 税竭力扩张训量 疏解因应 二 长辈部队投入接训 影响常态任务 税行 长辈兵役军事训练第一阶段 路由各新训理私训 第二阶段专长训练 原来由兵科训练中心私训 但是因为各兵科训练中心 及军团干训班的龙训量不足 长辈部队负缺乏接训编组 以至先后以任务编组的形态 编成16个基干形态的训练营联 104年 在意亿南人数的需求 调整为23个新兵集训队 投入训练任务 导致各训练母体单位 负荷承重 影响部队正常运作 三 训练标准及强度难度人带提升 为了提升常辈兵役军事训练 亿南的训练强度 除了入伍训练8周 以较义务役5周的训细为常外 在射击等战绩标准上均以提升 并增加3次行军训练 以强化训言的体耐力 私训迄今 多数达训练目标 少数课目人带加强 另外部分的梯次 受到连续的台风影响 训细受到限制 课程调整不易 报告精进措施 一 适当排定流入 绵密部会协调 为了结合国内的学制 本部年度流入排定 踩上下半年4比6原则 将训量比例妥善分配 各新训理 运用上半年任务间隙 执行教育召集 基地演训 下半年则对应高峰 全力失讯 另外也主动跟内政部的 议政署各业馆 窃取联系绵密协调 年度迄今 已经召开了五次的研讨会 随时掌握征讯的脉动 调试因应共模解决 第二 完备运员机制 管控自征风险 因应多元 运南露营的需求 本部已全面检讨 部队年度演训 及任务梯次建格 规划运员机制 已先其完成 意量接训整备 观察本年度第12季 计划征集及实际征集数 已经产生短征现象 研判下半年度 可能产生接训高峰 遂预见风险 在第三季 投入北中南区 后备训练中心 以增加龙训量 协力试训 到目前为止 调节的状况良好 三 成立专责接训编组 降低长辈部队的负荷 尊大院的指导 为使长辈部队 专注战训本务 本部从105年起 重新调整训练编组 运用南部 关玉校的空置营社 北部的龙胜营区 以定编的方式 成立南北两个专长训练中心 纳入接训编组 另外也立定了接训的顺序 优先由各兵科训练中心 军团干训班 南北训练中心接训 精准调控流露 使长辈部队的降低 接训负荷 专注战演训任务 第四 持续检讨强化 提升训练品质 为了持续考核 及精进训练成效 从105年起 新兵训练 加烈战斗体制能训向 并调整 手榴弹投资的训练时速 增加综合战斗教练的强度 另外也要求各新训理 要按照模式化课表 三不变的规定 如果遇到天后级不可抗拒因素 应该弹性调整课程 力求维持射击 战斗教练 行军等核心训向的完整私训 本部级各军司令部 为确保部队私训品质 以编程专责都训小组 常态都训 蒋优陈略 匡正训练纪律 增进训练成效 达成训练目标 未来革新做法 为了使军事训练永续发展 并达成战力培训目标 本部除不断累积训练经验外 已经编成专责小组 研磨107年以后的私训架构 规划由新训理 采一训到底 整训整退 整编整招方式 将军事训练16周的训期 从陆专长训练 进阶到组合战斗综合训练 期末 再结合作战任务 实施战备任务训练 以全程一贯 长后接轨 有效强化训练 报告结语 新兵如期陆营接受良好军事训练 具备合格战斗兵资格以后 回归社会施展报复 为国所用 是一男家属及社会全体共同的期望 也是推展全民国防最佳利基 本部申领责任重大 今后当循序渐进 提升训练品质 以后资后备战力 以上报告 敬请委员知道 谢谢 谢谢 介绍两位委员 蔡景龙委员 小美星委员 请问各位委员 对上次会议的议事 有没有遗漏跟错误 有 确认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我跟委员会报告 我们是不是只有一个提案 先给提案先处理一下 好 宣读提案案有 鉴于行政院及国防部 虽能正视国军志愿役 因公一等残人员之抚恤 卫助 于今104年中秋节前 核发秋节卫助金及每月安养津贴 为确子和与卫及韩以下 排除校籍韩以上人员 经查民国75年时期 以校校12级军官之月份为20410元 民国95年上位12级军官之月份为6185元 后者上位每月薪资为前者 少校之三倍 故以校籍韩以上人员的薪资待遇 较为优渥为由 将取等排除显位服食矿 且以阶级区隔造成对因公受伤者 抚恤照顾的差别待遇实欠公寓 原建请行政院及国防部能 体查实情于104年12月底前修订现行规定 和与校及因公一等残人员 发放三节慰问金及每月安养津贴 彰显平等照顾因公重度伤残 自愿意军人之得证 提案人委员陈振湘 杨映雄 蔡锦隆宣读完毕 国防部有没有意见 简单答复一下 针对委员的提案要做一个说明 事实上本案在主席 还有各位委员的努力的推出之下 我们中秋节把所谓位级以下 军官士兵的所谓慰问 善解慰问已经把它加进去了 但是校级的部分 因为行政院针对校级的部分 他各部会有一些意见 所以当初并没有把校级的部分拿进去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 因为最主要国防部站在所谓 照顾官兵的立场 尤其是商残的自愿意官士兵来讲 我们是希望能够对他们有所照顾 但是因为行政院这边有一些 这个所谓政策上的意见 你们去跟行政院建议吗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要跟行政院 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 所谓具体的达论 是建设案 还有一个你们要考虑到你的领导统律 我们回去研究 是研究 报告是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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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级以上我们还在查一下 但我想人数不会太多 没有多少人 人数不会太多 但是位置只有两百多个 商残不会太多 是 是了解 我想按程序 我们会尊重委员的这个提案 我们做一个 是 好通过 现在寻答开始 我们原理本会的委员八加二 非本会委员六加二 四点三十分发言登据截止 现在请蔡锦隆委员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请政副副长 请副副长 副副长你好 欧巴马总统在22日要离开冬雪的高峰会议时 将台湾发入惩恐联盟 他是有提到 那台湾是美国在亚洲 这个对抗伊斯兰国联盟的重要伙伴 那对于欧巴马总统的声明 国防部有什么意见没有 首先非常感谢委员这样的指导 第一个我们媒体报导 我国对反恐行动所做的贡献努力 本部现在还没有得到正式的消息 所以说现在还没有办法获得正式 我们是不是 这个反恐联盟的一份子 是跟不是 跟您报告 外交部他有正式声明 那么我们反恐部分 第一个是人道救援跟救急这两部分 目前我们没有任何的军事的行动 来特别跟委员报告 但是欧巴马总统讲了 我们是在亚洲对抗伊斯兰国联盟的重要伙伴 那您现在讲的就显然不是了 我们只基于人道救援了 是这样的意思吗 那在召开大会的时候 有任何一次的会议邀请我们吗 或者我们有受邀单位出席吗 有没有 那么我请专业委员回答一下好了 委员好 我们国防部目前针对这个他们的联盟相关的会议 其实我们并没有任何的资讯 但是我们外交部已经 所以我们不是反恐这个联盟的一分子 是不是这意思 我没有办法代表外交部 因为外交部他们已经很清楚的表明 我们在这些事务上的资源 是从人道救援灾难救助的角度 如果是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如果真的要参与反恐的话 那以后我们会派兵嘛 如果我们是一个联盟的话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想政府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那怎么会你们国防部不知道呢 有跟没有而已啊 没有我想政府已经说的非常清楚 我们主要的就是在人道救援和灾难救助上面 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的军事作为 所以你在这个联盟里面什么角色啦 定位现在我们也不清楚 我们只是在人道救援跟协助的部分 我们目前定位是在这个上面 那我们也随时被变做任何方面的资源行动 OK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联盟的一分子 但是呢我们基于人道救援以及协助的部分 我们会提供相关的这个服务 对不对 这意思是不是 所以将来即使联盟派兵 我们也不会派兵出去 是不是这意思 是吗 副部长 我们就是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那请问你 马总统要到太平岛 那我们的这个专机出访的时候 到公海以后 那我们国防部的海空军 要如何来保护我们的国家援手 是的 那么 首先我要跟委员报告 这样的议题 我们是从报纸上获得 到这正式的没有通知我们国防部 这是第一点跟你回报的 这个没有关系嘛 就是如果有的话 你国防部怎么办嘛 有关于总统市岛过的出访 我们国防部有严谨的安全的作业程序 出公海以后呢 是我们要派战机 是我们要派我们海军来协助 保护安全 我们相关的都会纳 就现行的战备规定 来执行 确保总统任何行动的安全 这是我们国防部一定做得到的 那这样的话还是没有答案啊 你这总统都要出访了 你没有 你看到媒体报导 你也应该清楚啊 总统也没有否认啊 那就是一定要去的啊 他还讲那个是我们的国土啊 那你们有什么计划没有 如何保护 你现在讲这些官话 我们都听不懂啊 委员好 报委员 其实有关于总统专机的出访 不管到任何地方 我们国军都会依照我们现行 所有的状况 所有的规定来做应除 你这个背得很熟 背得很熟啦 但是显然不够诚意 好不好 我想我也不逼你啦 但是呢 我想我们这个 援手出访 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啦 另外那个土阿奇啊 击落了俄罗斯的军居 那这个显然 有没有可 会有可能会引起战争 我们这个国军有什么准备没有 这个我特别请啊 不用吧 副部长 这个要找谁来打呼啊 跟你报告 国军对现行 进入防空识别区不明的敌机啊 我们均以不引发事端升高冲突 降低敌对的行为 作为我们行为处理的原则 我们并别是不畏惧 不回避 不失落的坚定立场 依据战备规定来直接拦截 监控以驱离 现在每一天也都是这样做的 那如果中共的苏凯 通过过了我们的中线 那我们会派经纪把他击落吗 我们也会按照SOP 警告起飞使用武器 也会把他击落吗 是这样子的 有严谨的这个作业规定 包含监控 包含指挥 包含这个掌握 都会全天候的掌控 然后两居业界 他有标准的作业程序 警告 空中地面的飞弹保持警戒 然后采取一年代政治措施 土耳其讲得很清楚 他是派这个战机 在空中把他击落的 而且已经警告了十次 那我们也是如同 巡使SP模式 如果中共苏凯 机会越过中线 到我们领空 我们还是一样 警告的话 我们还是要派机把他击落 确保领空跟领海的安全 我们有严谨的作业标准 我们一定确保我们领空 跟领海的安全 请委员放心 11月11号 海南一架民航机 就只冲到我们海峡中线 当然民航机我们不可能击落 问题是 像这个问题 那我们如何处置呢 当时我们几乎要派进去 这个上去了 但是到最后是折返了 问题是这个问题还是会发生 那我们未来这个SOP 怎么处理 特别跟你回报一下 根据民航好的规定 在所有的飞机 如果因为天后 因为状况 它需要有偏航的时候 它是在正常的现况下 是被允许的 但是无论怎么说 只要飞机偏航 我们一定是在攻击 一定是地面的所有战备任务 按照标准的作业程序 确保我们自己的安全 那请问你 那么到底派遣战机呢 是民航局还是国防部 国防部的权责 啊 这国防部 国防部 那我们的如何在 民航局如何判断 那是国防部监控 还是民航局监控 我们国防部有严密的监控系统 掌握所有空域海域的状况 所以可以确保我们台海两岸的安全 对不对 好 那另外呢 我看完这个四个月的 军事训练的菜单 那内容啊 我看训练的内容 多数都是以陆军为准 但是呢 海岛国家 一般应该是以 海军跟空军为主 那么这些训练的过程 有办法在 我们发生战争的时候 可以用得上力吗 是 协委员知道 这个菜单 这样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加强一些 海空军的训练 那机械会使用吗 报告委员 四个月的军事训练 训完了以后啊 他们未来主要是纳入到地面部队 就是后备旅的边管 那未来他们的这个场景也是在地面 倒不是在海上跟空中 它主力都是在地面部队 但是在第一个时间就是海空军啊 先从海空军来啊 那个都是属于长辈部队 那四个月的它是属于未来的后备部队 它都大部分都是 所以我说你的菜单就是以后备部队就是以地面为主嘛 因为它未来就是后备军人 但是那第一线的第一个时间第一线的海空军是很重要的啊 那都是长辈部队 那那些长辈部队 那都是木兵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十个月的训练 没有 主要的是以后备为主 是以后备军人 是以后备为主 是后备军人训练 没有 但是呢 你这个 我就很担心啊 这个到时候这些设施可以使用吗 它会吗 会 我们给它足够的训练 给它足够的训练 它的武器 边装武器 它的战技 战斗技能 都会给它足够的训练 我想我们呢 还是很关心 这一些 我们的后备的这个训练 这一部分呢 我想我们也可以 再加强一下 基本的这个性能 以及简介 在介绍课程的中间 也可以加强在课本上 来给予这个海空军基本的训练 这样的话 让我们这个后备呢 能够更完善 更了解 谢谢 谢谢委员指导 谢谢蔡委员 杨英雄委员 谢谢主席 有请政府部长 请政府部长 副部长今天谈的是训练 那当然是四个月 今次训练 不过最近 最近在一般的训练上 也出了一些状况 当然除了宪兵事件之外 我不知道你对金门这个装甲车 在训练过程 落伏的这个事情 你自己了解多少 特别谢谢委员的指导 这个部分呢 我先请这个 陆军实际部的参谋长 针对询案 跟委员做专案的报告 现在 严因查出来了吗 现在 报告委员 现在 在机械的部分 检调已经 把他的 静态 跟动态 做过一次测试 他们已经做了一些 初步的调查 但是我们这个要等到 他调查报告出来 所以现在调查报告还没有出来 是 有没有机械故障的现象 我们目前研判 我们这个 这个在这边不排除 但是 检调的资料 当属是由民间单位 由我们军方专业 初步你们应该 因为这个也不是什么 我想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就是说 你们初步去检查 到底有没有 这个机械故障的 这个 是不是很严重 就是机械故障 或者是查出来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程度 这个初步 我们是三方共验 那我们军方这边看法是 这个初步上 机械上是没什么大问题 我想这是很离谱的事情 我也到现场去了 你整个车队 前面总共四部装甲车 前面通过这第四部 后面还有 这个 后面还有一个维修的 维修车 我是有几个问题 觉得很讶异 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自愿意 到底这个游泳 算不算 就是 算不算我们正常的训练 一定要达到一个水平 有没有 现在有没有 现在我们每年都会有 我的意思是我们有没有 自愿意的 义务意我们就不要讲 或者是四个月 有没有要求说自愿意 你游泳 这个职人 这个职人 有没有是在我们的一个考核里面 有没有 报告委员 我们的 有没有是强制规定 一定要达到一个50 我记得我那时候义官 在先兵学校受训 我们那时候也是要求要50米 最少要50米 国军的勇训政策 第一个就是如同委员所讲的 希望这个自愿意的官兵 优先学会游泳 我想今天这次事情发生 前面那两位 这次掉落伏的那两位 爬到那个战车上面 叫他跳下来 他说不会游泳 后面八位 总共八位 只有两个会游泳 那么一位去找消防队 一位少校跳下去又上来 我是觉得说我们训练到底 假如我们的国军是这样训练 连一个基本游泳技能都没有 那怎么去打仗啊 报委员 这个我要跟你做个澄清 第一个 这个国军要求游泳训练 已经很多年了 成效一直在提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一天的场景 那两位官兵里面 有一位他是出具游泳能力 大概25到25 我现场都有去 我现场都有去看 而且亲自问那些人 当场都问那些目睹的人 我问说你们八个谁会游泳 在上面按上八个 两个会游泳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 我们真的亡羊补牢 这个事情要把它列入 我们的战性的当中一环 不然这个真的 我觉得蛮好玩的 这样的东西这样怎么作战 第二个事情发生 你们整个是训练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训练 后面还有救援部队 也没有绳索 我们很难预估 所以说经过湖边一定会掉下去 但是连救援的东西既然都没有 我是觉得说 我们在做这些训练的时候 我们未来应该要更严格 所以未来对于自救护救的这些 你们真的要痛定失痛 从这个案子里面 养个很优秀的一个自愿意的 我们的官兵 这样子牺牲了 我们在这个区块在做训练的时候 平常训练都要去注意这些小细节 如果这些细节不注意 或是连基本的这种正常的训练 都搞不好 怎么去作战 那么我请教一下 现在辅系的部分 跟后事处理 现在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 现在最近追任 还有他的辅旭 我们现在都已经 我跟你讲 我在现场也跟 其实讲真的 这两位的家长 都还算很理性 经过我们跟他沟通以后 他们当然是很伤痛 但是他们接受这个事实 那我希望 我也跟部长也讲过了 在他们的后事处理上 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 他们的要求 一定要帮助他们 好不好 是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请教一下副部长 你刚刚讲说 对我们的领海 我们一定 国军 一定要严格地保护 那么 我们现在赋疑 应该不是我们国防部了 是海巡 海巡岸 但是我们应援 你们要支持他们 对不对 完全支持 好 现在金门 发生很大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 金门现在 他们的遗传 虽然是遗传 但是大部分都 越过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连海 我们的界线过来 可是我们现在国军不动 靠海巡 岸巡 他们也没办法 我不知道你 金方部有没有 有没有反映过这些问题 我们已经掌握到这张讯息 我跟你讲 现在啊 大陆遗传 真的是为了讨生活 它那个配备啊 比我们海巡 岸巡的船都还快 而且是有组织的 我上次在讲说 他们已经有战略战术的规划 知道你这边海岸巡 只有两条船 它是先几艘船 来引诱你去抓它 另外几艘船 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来补頤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两栖部队啊 蛙人 我们的那个 船是最快的 而且最有震慑力量的 我不知道说国防部 你们接到这信息以后 在这个部分 有没有去研究一下 怎么样 让这些 两栖的蛙人部队 来支援 因为你老是让他 让这些 不管是他们遗传 你也不知道遗传说不定 里面还藏了什么东西 如果老是让他们 很亲而易己的 就越过我们的海域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情来讲 也是 也是不对的啦 这一部分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研究 你们有没有研究说怎么处理 报告委员 关于这个越界捕鱼的问题 目前整个国家的政策 就是由海巡 因为他们海巡相关的人员 他们具有执法的能力 所以我们国军的立场 是海巡 他们先来做第一线 我们国军随时在他们附近 那今天如果说海巡 要求你们说来支援 你们会不会支援 我们会立刻支援 OK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回去就开协调会 因为他们真的是 本身机器也比较 船的速度也比较慢 设备不像你们 那么这个有关我们领域的事情 领海的事情 我觉得你们应该借着平常的信念 然后也另外一方面 虽然海 这个捕鱼 这个是海巡的案情在处理 我觉得你们也要出来 那么如果 做支援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效果会最大 因为我们那个震慑力会最强 那这一点的话 我希望说你们回去 跟军方部也交代一下 说不定海岸型 我们可以跟军方部 在金门开个协调会 往后在这个区块 看怎么样做一个协作 是的委员 我跟这边一点补充 跟委员报告 其实海巡跟我们现在 我们每一天都有 定时有一个联络的机制 但是我没有看到 因为这个也是 一会跟我反应的 因为你们 你们假如说 国防部不给下面这样指示 他们都很保守 那这个事情 我刚刚讲过 不是遗传的事情 因为老是越过我们的海域 越过我们的连海 所以国防部就有责任 我想这个事情你回去 再研究一下 是的 谢委员 那么副部长 第三个问题 我上次您到我办公室 我也提过了 就是说 现在我们这个 国金在做金事博物馆 在规划 对不对 是 那么我也跟你提出来说 其实前两个会期 我们就在 就在 一直在金门 要做个海军的金事博物馆 而且这一个规划 大部分是由 金门县政府 来做这个金会的支出 跟这个 大概我们海军 就支援一些船 旧的船 那么我上次有跟你提过说 其实 这个对于我们金事战役的 所有使机的一些保护 其实现在是真的要做 那我也跟你建议说 当这个国防部的金事博物馆 是在本岛的时候 离岛其实也要一个 那么我也希望说 这两个有个连结 我不知道你回去 有没有做一个研究 这个议题 我们相当的重视 后续本部将全力的协助 金委县政府 办理 这个乌刊 维修评估等作业 并依据废旧 及不适用物质处理的作业规定 完成了 拨证的作业 这个我们全力 我现在讲的就是不止这些 就是你们在作业 你们在国家 金事博物馆的 这个规划过程当中 可能再想远一点 是不是 我们现在故宫博物馆 都一个难远 那你金事博物馆 本岛有个馆 离岛 那个算不算你们的馆 要做一个连结 那么在规划上 你们在整个资源上 会让我们的整个 国军的这个金事 使机的这个保存 会做得更完善 更高位的去想一想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委员指导 谢谢杨委员 李同豪委员 主席作为同仁 国防部官员大家早安 可不可以请副部长 请副部长 副部长好 这个 我们看到一个报告 一个讯息啊 就是日本准备在石原岛 进驻部队 大概是500人 我们去试查了 我们查证的结果啊 其实不只是石原岛 云纳国岛在今年2月底的 下旬的时候也通过公投 那现在已经有150人进驻 那么规模呢 大概是200人 那么在2018年呢 宫谷岛大概有700到800人 那么阎美大岛呢 在陆尔岛县呢 也有550人 那这些它除了警备部队 还有导弹部队 那么包含了地对空 跟地对舰的这些飞弹 我说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最主要是像云纳国岛啊 它跟我们台湾的距离 只有100多公里 那么它距离钓鱼台呢 如果飞机飞过去的话 也只有十几分钟 十来十分钟左右 十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 十一二分钟 所以呢 这个日本对于整个东海的情势 是加强它的这个军事的部署 换句话说 对于钓鱼台这样子的一个形势啊 那似乎呢 如果说处理的不好的话 我们国军呢 也会面对这个困局 那么除了日本以外 最近APAC 才前几天才刚刚举办的APAC 菲律宾与越南在APAC中间呢 也签订了一个所谓的伙伴协议 这个伙伴协议呢 是建立了菲律宾跟越南的 战略盟友的关系 这很显然有军事合作的意味 那越南在整个南海地区的军力呢 要远强于菲律宾 所以这两个国家呢 的结合 对于我们在南海地区的安全呢 也出现了这个一些压力 第三个呢 菲律宾最近呢 去年开始呢去采购FA50 韩国的FA50 最近交机 那么年底之前还会交机 到2018年应该有12架飞机 都可以完成交机工作 这个对于我们在于巴士海峡地区的 渔民的捕捞作业 也产生威胁 而且菲律宾也持续地去采购 日本的巡逻艇 还有美国也公开地提供它 事实上欧巴马还登舰 提供它舰艇 所以我们跟日本签了逾越协议 跟菲律宾也签了逾越协议 虽然还没有通过 在立法院通过 但是基本上完成了协议工作 但是双方也都加强军备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如果渔业发生冲突 我们的国军 有没有能力面对这个挑战 第二点 如果政治军事上面 除了刚刚讲的渔业问题 这是经济问题 如果譬如说钓鱼台 譬如说南海诸岛 产生了占领的问题 譬如说日本人就占领到了 钓鱼台诸岛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国军又如何来因应 国军有没有做好必要的规划 有没有可能 不只是单线作战 甚至要变成两面作战的问题 国军在这方面 参谋总部有没有做过 必要的所谓的沙盘推演跟规划工作 首先再次的感谢委员 对这个议题的关注 对国防部的指导 国军 不论是东海 周边情势的发展 南海 都一定秉持着主权在我 各自正义 相互互惠 共同开放的南海政策维言者 副部长 这个不是你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国家最高的政略目标 也是外交目标 但我今天讲的是 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必须去面对这个问题 也就是 日本已经占领了钓鱼台 太平岛 诸岛 越南 或者是菲律宾 他们联合起来 对我进行的必要的 他们认为必要的一些行动 那这个时候 我们国军如何面对一个挑战 一个是单面的 可能是单方面的挑战 也可能是双面挑战 另外一个 就是因为有 他们的部队在那边 如果发生于是纠纷了 发生于是纠纷了 我们国军又如何来面对 有没有做好必要的规划工作 是的 谢谢 不是给我谈什么东海协议 南海和平倡议 那个不是在国防部的位阶 国防部不处理这个事情 国防部是处理 后面的扫荡的工作 谢谢 知道 为了防范南海可能发生 周边情势发生的任何军事问题 除了国军经常战备时期 突发状况处置规定之外 那么我们也加强雷结及坚针 掌握海空动态外 并针对可能遭遇的军事通促 已经完成了空中海上池源的计划 随时的保持这样的突发状况的应变和处置 那么详细部分我请 那有没有可能会 如果刚刚讲过 你要把所有的contingency 所有的可能性都要去评估 单方面的双方面的都可能出现状况 是的 谢谢委员的指导 其实我们这些刚才委员所指导的这些 主要的这些 我们现在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想定 那这些想定里面 其实我们都已经放在我们国军 突发状况处置规定里面 我们都已经纳入这些想定里面 我们都有一定的应处的作业方式 跟委员报告 单单最简单的一个渔业 今天处理渔业的方式 譬如说跟菲律宾处于渔业的争议 你的想定的方式就必须要改变了 报员 因为在护鱼的部分 这个目前的政策 还是有海巡在第一线 然后海军在第二线 我目前的说法是 海巡 我们的渔船在哪里 海巡就会在哪里 海巡在哪里 海军就会在哪里 这是我们目前既定的做法 而我们目前 我们也随时都会掌握 海巡舰他们目前的位置 而且我们也在海上 有定期的通联 所以事实上 你的部队的调度要必须小心 是 你看看俄国人到了这个 到了去攻击ISIS 结果呢 土耳其人在后面打他了 当然这后面很复杂的 这个政治的背景 但是说明什么 这个说明说你今天在 你想定的事情在做的时候 当别人后面可能冷不防的 就会跟你设一间 对不对 所以你有必要 今天海巡在那边 当菲律宾也好 日本也好 当你发生问题 因为他的部队战了 做了这么多的一个部署以后 你不晓得对方的这些军力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如果他今天 以菲律宾来讲 如果FA-50 飞进来 配合他的这个巡逻艇飞进来 我们的海巡可以处理吗 报告员 如果FA-50 他进入我的ADIZ里面 我们立刻就会有一些 不是ADIZ 他认为是争议领土 争议领域啊 如果他在巴丹岛呢 我现在希望告诉您的是 告诉你的是 面对不同的情境 外在的环境 不断地在改变 你的想定 以及你的演练 都必须要改变 譬如说今天在东部 我们在东部的这个 云纳国岛 这个石原岛 等等这些所谓的 相关的日本的 西部的这些岛屿 他的部队 住了这么多的时候 你的汉光演习 里面的海军的操演 甚至包括 我们的防空识别局 他都要求你往左边 再往我们这边移 这个都会有影响啊 都有可能产生零星的 或者甚至 不被预期的冲突啊 你要想要设定 这个是我今天要说明的 是请你去设定 因为我们能够 执行的时间有限 尤其是本席 能够执行的时间是有限的 你今天的报告 这边第四个月的报告里面 特别启讨论到 长辈部队 接训的时候 训练母体的单位 复合沉重 影响部队正常运作 这个讲话非常严重啊 你表示说你的手背都 国防手背都出现状况了 另外对长辈部队的训练 你说加强了体力 耐力的运动运作 干训练 但是呢 少数科目人带加强 这是什么科目啊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是 谢谢 报告委员 第一个就是 少数科目 是因为我们对于 四个月的军事训练 期末建策 我们的标准是设定的 比照自愿一部队 所以他 譬如说三千公尺 因为都是新兵 三千公尺上 可能没办法跟一般部队来比 所以在分数的建设上 会比较低 所以我们认为这方面 我们要持续的加强训练 诸如此类的 这第一个报告 那他都已经离开训练单位了 我们还有第二阶段 我们一阶段是录武训练 二阶段是专长训练 会持续的要求体能跟战绩的训练 这样的 那你的影响部队正常运作呢 这表示部队的战力 已经受到影响 这是我们用词用语的问题 因为 二阶段的训练 现在的意味都是在部队里面 边训边用 那四个月 他不可能到部队里面去服役 但是他仍然要接受二阶段训练 他能够用吗 你今天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 这些训练部队 他连新兵都不如 冲员兵都还至少在军队里面 受完训才进到部队里面去的 他四个月的训练 就训练的时间标准来讲 他的强度是够的 这也是我们赋予他的训练目标 那就是小米加步枪的训练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觉得你这边写的用词 隐晦之中是非常非常的严肃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以上谢谢 谢谢委员指导 谢谢你委员 好了 您又换委员 好 谢谢主席 我请一下副部长好不好 请副部长 副部长 请教一下 我看你们今天书面报告第一页 有写到说 统计102到104年 第一阶段新兵训练期末建策 及第二阶段专长训练 均打合格标准 可满足后备部队专长编管需求 我不太了解这个所谓的合格标准是指什么 我先这样说 我手上的资料 是你们102年到104年 陆军第一阶段新兵训练期末建策 受训人数一共6万5855人 不合格的人数是8429人 不合格的比例是13% 所以并没有如您这边所讲的 你们这个书面报告所讲的说 均打合格标准 第二个呢 同样的102到104年 陆军的第二阶段专长训练 收训人数59159人 不合格人数是5922人 这个不合格的比例是10% 所以这两项数字 第一阶段不合格13% 第二阶段是10% 并不像你这里面所讲的 均打合格标准 所以你说合格标准是 每一个人都通过吗 还是怎么样 那我现在给你这个数字是正确的 你要我交代来源 我现在也可以给你交代 这是我从你们那边取得的最新的资料 所以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副部长 是 我先请这个陈冲将来跟你回答 报告委员 这个 我社会训练主管了 也不会报喜不报忧 这个我们总评一个部队的训练成果 没有一个部队说他训练全员都会合格的 即使现在的自愿役的路 义务役的兵也是一样 那我们总评他是做一个平均合格率 有没有达到这个水准 那事实上这个数字上来讲 这个都是达到合格的标准 当然这里面有人是不合格 他可能单向不合格 他可能手榴弹不及格 他可能设计不及格 那这些不及格的个人 个别的科目 我们当然要对他实施补强的训练 但是训练的概况 也是比照现在的 常备部队的自愿役的路 完全一样的训练的标准 所以你这个所谓的合格标准 就是总体平均合格 总平均是合格的 你这个书面报告并没有提到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你们不合格率是多少 因为我觉得这个数字是有意义的 是 有意义的 我倒没有讲说 什么报喜不报意有问题 我也不认为说 每个这些新兵们在受训的时候 所有人都可以过关 我也不认为 我只是说 因为你用了一个字叫 捐打合格标准 我认为你应该把 刚刚我念的那个不合格的比例 人数放进去 然后你再做一个诠释 做一个解释 才是符合你刚刚讲的 不是报喜不 不是只有报喜不报忧 对不对 因为我现在这两样数字拿出来 坦白讲 这个比例也不能说很低 是 这个我会注意 是不是这样 是我了解 是 谢谢 另外一个就是说 请教一下 你们后备部队的组成 除了士兵 大概还有包括 这个士官跟这个基层的 这些军官 那现在 主要是靠一年 一年起的这个义务役 你这些义务役 马上就结束了 这个106年以后 后备部队就没有 再征集所谓的义务役了 那你们这些 预备士官 预备军官 要从哪里来 为了怎么办 谢谢指导 我特别请全东市的主任 跟委员做专业的分析和报告 委员好 我是全民防卫动员室的 主任英中原 是 那很感谢委员 对这个问题的关心 那目前呢 我们有采取以下的 这个几个方式来做 那么曾如刚刚委员所讲的 这个部队里面组成啊 有一些 他现在就自愿役了 那自愿役会退伍以后呢 我们会优先运用这自愿役的士官 或者士兵 他将来还是这个士官 或者是卫官的话 来担任这个后备部队的这个干部 这是一个来源 第二个来源呢 您说请他们留营是吧 鼓励他们留营吗 他们退伍以后 还是纳为后备军人的边管 那他是自愿 以前没有过这样 不 一切都有 自愿役了 他退伍以后 我了解了 那他们是已经是 没有军中的军阶了 对 但是纳为后备军人 那他们在领导统一上面怎么实施 报告委员 他退伍以后还是纳为后备军人的 而且要边管 士兵要边管到45岁才除役 所以他可以纳到后备部队里面 去担任班长或者副班长 你们目前就这样做吗 对 你们目前以前也是这样吗 也是这样子 是 自愿役的他都还要纳入边管 这是一个来源 第二个来源呢 就是说我们会从啊 在未来107年 大约是100 规划107年 从这个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里面啊 来挑选他 比较适合担任领导职的 比如说很多大学的这个社团的 这些人员他比较具有领导能力的 那我们从这里面 在第一阶段就挑选出来 然后第二阶段训练的时候 可以特别给他训练 那么将来经过未来教导里面 然后呢再加强训练以后呢 给他授予啊 下誓班长或者是 请教一下 当我们讲这个 你刚刚给我讲后备军人 就是他们是士官或是军官退役嘛 是有的是士兵推役 有的也是士兵推役 我了解 那他们还是属于我们后备动员的 边管 边管 OK 可是我现在讲的是 无论如何他们不再具备军职 话是不错 但是如果动员或者是交集过来 他是 士同 可是我现在是讲的是 你们目前的很多的新兵的训练这些 这里面很多的士官 很多的军官 是所谓的义务役的嘛 比如说大专的这些 有的是军官的士官 他们去担任了 未来没有这个来源了 那你们未来这些人所担任的职务 你说那些已经退役的那些军事官 他们可以担任吗 是多重来源 可以吗 可以 有部分的 那你领导统议怎么进行 你在他们在部队里面受训的时候 这些新兵在受训的时候 在指挥他们 在教育他们的这些人 应该是要有军阶的人吧 应该是要现役军人吧 报告委员 当他纳入教育招集的时候 变成后备部队的时候 退伍了 不不 我没有跟你讲部队 我现在跟你讲新兵受训的阶段 新兵受训的阶段 那以后哪些人来教他们 哪些人来带这些新兵 新兵受训的阶段是间接的 不是 你听我讲 当这些义务役的军官 义务役的士官都走了 那谁来带他们 而且你们可以找到一些 现役的军人没有错 现役的军士官 不够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 他们教育点招那个阶段的事 我是要告诉你 现在新兵在受训的时候 你这些军师 这个义务役的军士官 这些人不再有的时候 你有谁来替补他们的空缺 你不能说 我知道因为你们部长有跟我聊过 我也觉得很有创意 我也不反对 他说找一些已经退役的这些军事官 请他们回来 然后带这些新兵 我说这个看起来有创意 但我要请教你 领导同意的问题怎么解决 你没有军阶 你怎么带这些士兵 包委员是这样子 应该分成这样来说明 在他受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的时候 是由我们现役的 就是训练部门这边 有专门的 有军阶的士官或者军官来负责训练 够不够 够 你们够吗 对 目前以 你是讲目前够 我是讲未来没有 医务医的这些军事 这些军官司官的时候够不够 那未来我们会在107年 来适当的选用 我不想逼你 因为你也没有答案 我们现在演议之中 包委员 协议委员这个 在演议就是你没有答案 才要演议 你已经胸有陈主的话 你就不用演议了嘛 我当然问这个问题有点残忍了 我们两个的医生 这个医卫啦 你来问我我也答不出来啦 对不对 谢谢委员 这个就是慕兵志要应推的结果 就必然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个大 未来是很大的问题啦 还不要谈军医的问题 未来怎么办 对不对 以后很多基层联队 你没有这个军医的话 你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大啦 我知道我 我只要提醒你们注意这个问题啦 你问我我没有答案啦 好不好 因为你们当时你们 哪一个人支持慕兵志要 哪个人出来给答案啦 这不是我跟主席 所可以给你们 替你们回答的问题啦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您委员 好 小美兴委员 好 谢谢主席 请副部长 好 请副部长 今天这个伊斯兰国将台湾的国企 也纳入他们所认定的 这个Global Coalition的这个清单里面 那我想以台湾长期的一个战略处境 这么猎法是不让人意外 但是重点是我们自己要有所 相关的因应跟准备 而这个准备并不是因为 我们的国企被纳入 而是我们长期本来就该有的 我想恐怖主义是无孔不入的 那这些残害无辜的恐怖手段 都是应该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 国家以及人民 都应该要同声谴责跟对抗的 但是现在重点就是说 今天很多的恐怖分子 他的形态也不断的在演变 也许他是拿着英国人的护照 也许是拿着比利时人的护照 也许是拿着美国人的护照 那他以这个国际人来人往 这么平凡的一个时代 我们相关的因应作为 跟相关的准备 事实上也是应该要有所调整跟提升的 那我想要了解 因应这一波的全球的反恐 以及不同形态的恐怖主义的攻击和渗透 你们有什么新的作为吗 首先谢谢委员的指导 这样的关注 有关国际整体 国家整体安全的议题 是国防部责无旁贷的责任 那么国家安全的威胁 除了传统 还有更多的非传统的议题 包含了层面的 非常的广泛 因此国防部 无论在平时或暂时的时候 都将相关为安影响的因素全部纳入考量 你讲这是原则问题 这是政令宣导 我想要了解有什么具体的新的作为 例如说对于国际情报的交流 因为毕竟这些名单清单情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讯息 涉及到我们边境的管制 当然这个边境管制 未必是在你们的业务范围内 但是这个反恐是一个跨部会的 一个合作形态 那另外其实跟国防部比较有关的 除了非常关键的情报交流 是在其他相关的机关里面 但是我们的训练跟演习 这个部分 那既然美国总统欧巴马也点名说 我们台湾也是个盟友 那我们在跟其他周边国家之间 相关情境的演练 我相信因为台湾整个国际孤立 也很多年了 那我们在训练跟演习这方面 既然要被点名是盟友 那我们也应该要有更多的资源的 挨注跟投入 那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提升 或者是国际的交流吗 是的 国军我们遇到反恐因自变的任务 相关的部队我们包含了国军的特勤部队 除了相关正常的训练之外 还包含了很多的反恐的各项训练 那我们跟其他国家之间有共同的演习的训练机会吗 到目前为止 但是你今天看到的新形态的这些恐怖主义作为 跟我们去你们各种反恐怖队参观的这些演习的情境是非常不一样的 有一些新形态的模拟 甚至是因跟其他国家在共同的情报交流的一个基础之上 我们再进一步做各种不同的训练 那这个部分看起来你们还是都是照本宣科嘛 都是照旧的方式 在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在自己做演习 谢谢委员 我特别请了这个相关单位再给你做细部的回答 谢谢 报告委员 我们各类型的战备部队 都会依据他未来的任务做特定的训练 当然也包含反恐部队的这些特殊的训练 那刚才我也问到了 这个一方面我们针对这些类型我们会做训练 二方面我们的训练的资源 战绩的这些比如说战绩馆 训场还有想定的设计 我们也一直在逐日更新与时俱进 那另外 那我们有具体的跟其他国家之间的观摩跟合作吗 我们当然会 甚至是训练上面的合作 我们当然会汲取其他这些优点 我们会吸收 我们会针对各种类型 可能发生的这个状况 我们会吸收会交流 那你们最近有什么新的因应作为吗 你们做一个general的讲法 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 我们过去也包括去你们一些特勤单位在看 这些演练 我们狙击手 反夹持 反截肌 这个都是很传统的训练 可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在是在大家出其不意的状况 甚至未来还有可能有深化方面的 这方面的攻击跟危险性 那我们自己的训练 我们的部队 有没有这方面的新的知识上面的训练 或者是到其他的国家跟其他国家的这个 最顶尖的这些精锐部队在做共同的交流呢 有没有 报告委员 还是我们自己就关起门来 然后看看新闻 收集一些资料 然后自己再做一些想定跟做法呢 跟我委员报告 有关交流的部分 其实我们国军 我们的特种部队持续都在做 而且关于反恐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都有纳入交流的议题里面 有跟其他的国家 我们在做这些交流 以及这个互访的这些 在这一部分我们都有在做 所以我们有曾经跟其他相关友好国家 做共同的训练吗 我们有做交流 我们就是有做交流 是的 我想这部分 大家都是期待我们自己国土的安全 一定要维持 那因为行政院成立这个反恐办公室以来 它的规模 它的人力 它的预算都 其实都是不足以因应 我们未来要面对的各种不同的情境 我认为至少在各部会之间 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行政院的 跨部会的这个机制的 这个充分的整合 但是各部会自己的能量 还是应该要特别的去注意 去予以提升 那另外 这个我们 这个副部长我想请教你 你自己有购买军宅吗 自己没有 自己没有 是你没有意愿 还是资格的问题 还是说轮不到你 还是因为为什么 不是 与委员报告 我有这个优惠的国军补助 所以你是没有符合资格 有购物购物购物 我有优惠购物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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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资格上是不服 那你的親人有沒有購買軍宅 沒有 那我請問一下我們的政戰局長 今天局長沒有來 是副局長 你有購買軍宅嗎 副局長 副局長 報告委員好 個人是在中校街的時候就有申請 有申購過 是有你買了幾戶呢 依照規定一個人最多就是一戶 那你的親人有嗎 沒有 那除了你自己自用 你現在還在住在軍宅 當初所購買的軍宅裡面嗎 沒有 沒有住在裡面 買了就過到五年就賣掉了嗎 也沒有 也沒有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是租給別人用嗎 報委員這個是 我個人沒有住 但是現在是小孩 小孩在住 也算是自用 不過這個 最近大家 我想社會觀感的問題 對於國民黨的副總統候選人王如玄 前後購買軍宅 從自己承認一戶到兩戶到三戶到現在五戶六戶 每天數字都在增加 其實當初會有軍券改建 會有軍宅 其目的是要保障我們軍人的基本的權益 居住的權益問題 尤其是早年 軍人他的收入 他生活的穩定 他的家眷的一個照顧 是早年整體的社會 當時是可以接受說 有一些商官居住上面的一個協助 但是今天到這個階段 我們其實社會都對於公平正義有一定程度的標準跟要求 那我不反對 事實上我也覺得我們的基層的軍人也應該要有最基本的保障 可是今天如果這樣的一個政策的美意 被abuse 被拿去濫用 甚至有各種人頭的狀況 那買賣你可以用低價去購入 但是中間有人不當的獲利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政策 事實上對於真正需要 有資格 但是卻又沒有買到 沒有輪到 購買軍券的這些基層的軍人來講 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那你們在發生這些新聞事件之後 就你的了解還有很多這樣的案例嗎 鄧委員特別來報告 就我們目前來講 是沒有掌握到像這樣的個案 沒有嗎 你的前任長官 前政戰局長胡振普也提到 說如果真的要的話 在你們這個位置上上下起手 如果是有心要這樣操作的話 是有很大的空間 跟委員特別報告 其實我們的內控機制有很多的規定 並不是像想像中 如果有這麼多規定 但是顯然還是很多人這樣子abuse這個system 你認同王如玄的做法嗎 你認同嗎 你覺得這樣妥當嗎 你覺得這樣有符合這個軍宅的買賣相關的規範嗎 報告跟您報告 就軍宅配售以後的規範 我們是很明確的 他有五年的禁止 那你認同他這樣的作為嗎 那是 不便於多做評論 那你認同嗎 那副部長你認同嗎 你覺得這樣做是好的嗎 謝謝指導 我不是在指導你 我是在問你啊 你認同嗎 有關於這個政治個人的個案 所以你沒有表示不認同 你意思說大家都可以這樣來abuse這個system 你不認為這個是對體制的一個濫用嗎 你認不認同這樣的講法 這個是對系統對體制的濫用 你到底有沒有意見啊 報告我還是做說明 你不要一直站在那邊微笑啊 你們的態度是什麼啊 對不對 我們編列這麼多的預算 眷改基金 我們做了這麼多 為的是什麼 是要保障我們基層軍人的一個基本的權益問題啊 可是今天如果國家的資源是被濫用的 那對於還沒有輪到 買不到想要有需求的 在外面買不起房子 有需要的 這些基層的軍人情何以堪啊 你們都不覺得應該要出來保障一下 講講話嗎 我們國防部啊 對我們國軍豪責的助用的問題 我們一向全力的照顧 請委員放心 你們就是這樣嘛 就是因為你們這樣沒有主張沒有立場啊 所以這個體制我們國家的資源被濫用 被濫用的結果是怎樣 很多軍人被污名化 承受很多不公平的 一些社會上面的 對他們資源運用的一些不公平的指責啊 或者是偏見 承見其實都有啊 那你們如果真的要捍衛的話 真的要捍衛軍人的尊嚴 跟基本的權益的話 我覺得在這個事情上面 應該要做一個表態啊 好 謝謝小委員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 好 請陳正香召委 好 請陳正香召委 陳香召委員 好 副部長 非常恭喜你啊 同時我想責任非常重大 首先提到這個我們前面幾位委員所關心的問題 第一個講的小委員關心我們軍人 我非常認同他的看法 我想今天社會上瀰漫的對軍人很多的誤解 我們不僅僅是防射的問題 我們待遇的問題等等 常常被拿出來做 刻意的做一些錯誤的解讀 我想這個問題是非常嚴肅非常嚴重的 我也希望我們國防部相關的單位 你要實實地來捍衛這個事情 因為徵兵到募兵一個重大的一個轉折 如果說我們很多的這種待遇上面的被取消 我們就招不到人了 我們了解美軍為什麼會有所謂的一流的人員來參與 他就是有充補的誘因嘛 因為基本上來講 我們工作的時間不一樣 我們人生的安全不一樣 我們父親的地點不一樣 我們照顧家庭不一樣 我們打開窗子都是海 365天看來都是海 那這個待遇如果沒有一個適當的強化的話 他會來嗎 所以今天徵兵轉到募兵 我們歡迎所有對於國軍懷疑的這些同胞們 你的家屬能夠讓你的子弟來當兵 我們歡迎 所以這一點我特別第一點呢 我們希望我們國防部今後對於類似的問題 你要有充分的說明 事實上來講 我們常常講軍公教 事實上軍不等於公教 因為你服役的時間不一樣嘛 上回42歲就退伍了 我媽要講他 吃國家40幾年他願意嗎 他不願意啊 所以說我今天要跟副部長講的 你們要特別注意到一點 就是今天的整個的募兵來講為主力 真兵為輔 那募兵為主力 如果你不能夠照顧他的後半輩子的話 沒有人來當兵嘛 他是選擇募將 他選擇水利公 他為什麼來當兵呢 所以說我們跟退伍會變成一個生命共同體了 你必須要做些鬼 所謂待遇出路尊嚴 這三項缺一不可 剛剛校委員特別講的尊嚴 對呀 天天 好 一般社會上出的問題 在部隊當然會發生 我們看看媒體上抖大一個字 軍人如何如何 為什麼沒有講商人如何如何 沒有講老是如何如何 這就是造成一個 社會上對軍人的一個錯誤的印象嘛 所以這一點我們希望 我們國軍本身要爭取 但是對這些問題要試試提出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想 前面就位委員所關心的 我要提請這個副部長給各位同仁 第一個問題就是總統到太平島的問題 這很好啊 這對主權的宣誓啊 元月十六號選舉以後 任何一個總統都應該要去啊 但是要注意到 我們不光是到太平島宣誓 我們是對於南海主權的宣誓 這個立場要掌握到 同時我們要了解總統的安全 就是國家的安全 國安的問題 對於國安的問題 這個第一日 H10很重要嘛 怎麼可以大大大地就宣布了 敲鑼大鼓 我12月12號去 這個對嗎 副部長這個對不對啊 是 這是不對的 不可以 總統的行蹤 不可以事先透露啊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要提醒國防部 你們要注意到這個事情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 大家關於關心的這個護娛的問題 包括金門護娛 我想我夠資格講這個話 因為我在金門當過司令官 特別注意到 金門的護娛 跟其他地方的護娛是不一樣的 金門的護娛牵扯到兩岸的問題 所以你們在協調的時候 你不能夠給陸委會排除啊 你要給陸委會拿進來 一同在商量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 而不是動不動下面 你叫軍防部去處理 他怎麼處理啊 所以這點我希望國防部 你在作業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到 對於所謂的釣魚台 或者是菲律賓這些海域 這些護娛的問題 我在這邊也講過很多次 因為所謂護娛 老百姓是未生存嘛 那生存什麼原因 魚汛旗 這個魚汛旗 就是你國軍訓練的水域嘛 那不就結合了嗎 所以這個問題 一定要給這個結合到一起 不是說海軍到哪裡 我國軍到哪裡 那是計劃作為 因為每一年的魚汛旗 春夏秋冬 它是 它是根據季節來的嘛 同時 對於勤收的整合 這是365天都要做的 所以這個問題 如果能夠解決 它就不是問題了 副部長對不對 是 謝謝委員指導 好下面我們談到這個訓練的問題 這個訓練的問題非常嚴肅非常嚴重 我不知道 這個在當初做這個真兵轉到木兵 那訓練指導 你講講看 這個我們從真兵到木兵現在幾年了 轉型 現在幾年了 幾年了 執行驗證實驗室從101年到現在 好 那這些問題 請問那個訓練陳次長 在當初 在這個真兵轉到木兵的過程當中 你們有沒有開過會啊 我相信一定開過很多會嘛 是 那我先問你一下 你作戰次長是 或者訓練次長是 對相關的問題 你難道沒有提出來過嗎 如果提出來了 什麼人在阻擋啊 你們要站在專業的立場 要所堅持嘛 如果說今天我們是一個專業的立場 我可以不干 但是我不能放棄堅持 如果你每個人 專業的立場都不堅持 這就衍生出來這個後面的問題嘛 你現在這個問題怎麼弄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事情 我今天所講的意思就是 你們耳後對這些問題 你要有專業的堅持嘛 你不能說 某人講的就 某人講的是聖旨嘛 聖旨都可以改啊 所以這一點啊 我特別提醒我們這個各聯餐 還有一個 你們這個各聯餐參與會議的時候 站在你專業立場 你要思考到啊 你看這裡面的問題 你們自己檢討的 常備去做後備的 常備去做新訓的事情 這個在以前來講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怎麼會發生這個狀況呢 不同的任務嘛 怎麼會有這種狀況 你現在面臨這個問題 你必須要去解決啊 是 我先問新南市長 我們編裝表 我們以前有沒有要求過 所謂不可以不按編制用人 是 有沒有這個規定 有 杜晶參謀長 有沒有這個規定 站在前面一站 那有這個規定 我請問你 你那個任務編組的 抽成常備部隊來做新訓 你為什麼讓他維持這麼久 我們希望啊 我們要求我們部下不能做的 你決策單位去犯這個問題 這非常嚴肅非常嚴重 對不對 不按編制用人 你都不按編制用人啊 你這他怎麼達成任務 好我現在問那個作戰次長是 你這個部隊 外島的部隊 做了兵力 兵力結構調整 我不談兵力的多少 我不談兵力的多少 因為那是機密 但是我請問你 你在結構性的改變的時候 有沒有按照打裝編訊的思維 有沒有 你去講有還是沒有 報告委員 我們一定是按著打裝編訊的思維 你站著你正眼說下話 是 我告訴你啊 我們希望 你這個打裝編訊 你這個戰規師所歸出來的東西 你不能夠先用人數 你給我裁這麼多 非常嚴重啊 我為什麼敢講這個話 第一個金山是我在金門當司令官做的 我們要給這個部隊 要變成什麼樣的 他的戰力不能減少 要讓各級部隊長 有這個信心達成任務 再去主持的減嘛 皮特把他砍 砍完以後才會有今天這種後遺症啊 這邊也不夠 那邊也不夠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要很心痛的來談這個問題 沒有叫你們答覆 當然不是這幾分鐘就能解決的 我們希望好好的面對這個問題 已經形成的問題 以後不要再辦 老闆 謝謝指導 陳沃波陳沃波陳沃波委員不在 許天財委員 謝謝主席 請教副部長 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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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我們的射進的目標範圍以內 然後還有進展 好 現在 逐漸的 要這個簡短 簡短我們相關兵役的服役連線 在這邊請教你 你自己提出來的問題 這個常備部隊投入接信 影響常態熱怒睡醒 剛才我們主席 特別跟你問這個問題 對不對 是不是 那這個我以這個外行人的立場來請教你 這是你們認為可以這樣進行 還是不得已的 那如果不得已的這個過渡 你要過渡多久才能夠回歸正常 還是從此下去就這樣啊 你這 是 法委員這是過渡時期的一個 過渡時期的一個 過渡 那要過渡多久 所以我們未來大概我們估計大概在107年這個前後這段時間 我們要把整個訓練的編組 訓練的架構要做一個調整 現在是2015耶 107年 107年 2018耶 是 對啊 2018 16 17 18 還有三年 那這三年 那這三年之間我們一直有很多措施 譬如說我們明年成立南北訓練中心 可以把常備部隊接訓的這個 不好的事情喔 不能讓他開始 是 讓他開始的話 就要如何趕快轉正 這個是天下普遍的道理 你看所謂防圍杜鑑 都是剛開始沒關係啦 一點點啦 一點點啦 偶爾啦 短期間啦 暫時啦 就這樣 都這樣 你看所有都這樣 國防可以這樣嗎 這個要小心啦 要小心啦 再來短短四個月 這個四個月的訓練 不可能像以前這樣什麼都來吧 所以你們現在光這四個月的這個訓練優先順序 你只不能說像過去 很多課程都照樣平均分配啊 那現在有些課程根本就拿掉了吧 這個內容這邊 我不是金書專家 也沒有實地去對你們了解 但是我從旁觀來講 可想而知嘛 四個月的訓練 很多國家都在這樣做啊 法國好像也有這個吧 對不對 但是人家四個月訓練出來 還是可以用啊 所以這是你整體兵力的一個配套 這個四個月的要放在什麼定位上面 放在什麼功能上面 所以要維持多少量能 這是一個募兵以後 是整個國防軍力相關的資源 結果供需能量的一個大調整 但是最後這個自敵以基先 對不對 益敵以這個必勝 這目標是不能改變的 不能打折的 是這樣子嘛 所以我一直提到啊 為什麼這個美國前乾隆理總統 他會用一個文人 而且是財經專家 是企業界的 去當國防部長 他那個時候財政出問題啊 如果長時間下去 美國要維持世界第一的精力 就被財政拖垮 所以他進跳躍式的 把這個財經專家 放在國防部長上面 然後你們精準啊 都有要求啊 但是我從資源的分配管理 這個賠利上面 我來幫你們想辦法 是這樣子啊 那些武器 入行業役那麼複雜 那些武器的組合怎麼樣 你不要像這個 像這個古靈頭戰役 這個毛澤東鬧了一個笑話啊 這個上岸以後 那個流炮 炮筒 跟炮彈分家啦 對不對 我們要全部把它沒收 中國那有軍事專家 但是今天不一樣啊 人家去託美國的情報 去學蘇聯的 這個經驗 他自己也搞一套啊 你不能小看他 那我們呢 是這樣子啊 我們有學以色列嗎 有學其他國家嗎 那現在四個月能弄出多少 好 對基本的問題 國民體力普遍下降 國民生活習慣普遍腐敗 普遍腐化 世界有這麼多 人口百分比晚上不睡覺的 生活習近不正常 飲食不正常 食安問題等等 東亞病夫 世界各種惡性的疾病 台灣都占第一位 年齡一直在下降 那你要存這個機會 到國軍隊裡面 去幫他改革過來啊 愛的教育 對他真正有幫助 讓他說這個世界太可惜了 如果能夠八個月都好 美國這樣啊 美國要去參加軍事訓練 自己要繳錢 自己要繳錢 你有資格才來 可以當我的兵 當我的軍隊 你沒有資格還要享受 這些訓練資源等等 你來繳錢 你來繳費 要做到這樣子啊 這樣軍人抬頭挺胸啊 你看一看 現在走路的 萬搖頭背的 百分比多少 那軍人絕對不能有這樣子啊 做有做之啊 對不對 這基本訓練啊 這不一定四個月就要訓練 但是四個月打基礎以後 他認得這樣很好 他以前的毛病都都改過來了 他說我這個思維太好了 讓他家長也感激你 好在有這個四個月 我這個孩子才不會從此壞下去 等等等等 這四個月到底要怎麼弄 不要光強調說我的需要 他的需要 不要說我的需要 我就年輕力壯啊 四個月要把你剝西的 精疲力勁 達到人目標 當然不困難啊 所以才會跑出洪仲秋事件啊 當然不困難啊 怎麼會困難 就現在台灣啊 短期內一年的經濟成 要把它逼出來 搞一個經濟成長率 但是很多人更不公平 很多人以後從此沒有明天 身體弄壞了 那也可能啊 也可能啊 放話太多了 體制性的 這一個力量政策性的作為 太多可以剝西人的勞力 可以破壞人的前途 但是短期內可以達到自己的目標 今天不能這樣搞 所以到底事情沒有 我是關心啊 我沒有真的了解 我真的很希望說 我可以去了解看看 從愛出發 愛什麼 愛自己 愛家人 愛社會 愛國家 愛人類 從愛出發 任何違背愛的事情 都要調整方法 調整態度 真的 那你感受到愛以後 有什麼做不到的 今天做不到 明天做得到啊 今天體能不好 明天體能就好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你這個四個月 如何提出一個完整的報告 四個月的訓練 如何訓練出你整體病例上 結果調整以後 這四個月能夠發揮的效能 我想這個是 這絕對不是這樣幾張 只報告啦 是專業的 然後我也沒有看過東西 但是我是關心 我也不是專家 我也不可能去當你的 當你的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好 謝謝委員 林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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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李貴敏 李貴敏 委員不在 鄭天才 鄭天才 委員不在 盧秀苑 盧秀苑 委員不在 周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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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邱文彥 周立安 楊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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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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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賴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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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月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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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高精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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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陳怡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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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呂學章 女學章 女學章 委員不在 江啟臣委員 謝謝主席 請主席先邀請副部長和常務次長 副部長常次 委員長好 你好 兩位長官好 今天我們都看到 各報的頭版頭條都提到說 俄羅斯的戰機被土耳其打下來 我想這背後目前整個的反恐的情勢 戰爭來講大概也不為過 請教一下兩位部長 歐巴馬總統在馬來西亞的演講裡面 提到說 台灣也可以成為國際反恐的夥伴 沒有錯吧 請教一下 他這個意涵是什麼 指的是台灣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應該出什麼樣的力 還有在什麼樣子的時間點跟條件底下 他歡迎台灣成為反恐的夥伴 首先第一個問題我想再回答一下你 人道救援 果然首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我們依據國安會跟行政院 剛剛那個反恐的議題 是這樣子 依據外交部的宣示 我們中華民國反恐部分 就以人道救援 人道救援為主是不是 我們原則上 所以 所以這一部分美方有沒有事先跟台灣談過 有沒有 有沒有事先跟台灣請教過或者協調過說 未來整個美國的反恐系統裡面 台灣是扮演人道救援 還是說台灣在必要的時候 萬一這個恐怖分子或者是反恐的戰爭 發生在東亞的時候 那台灣應該也要出一點軍事的力量 有沒有這樣子的協調 沒有 沒有 所以歐巴馬講這個話是隨性講出來的嗎 不可能吧 他不可能隨性這樣講 因為這話講出來代表某種程度上是美國的立場 是美國一個非常正式對外講的立場 因為是從總統的嘴巴講出來 而且是在公開的場合吧 他是私下的場合嗎 不是吧 其實報債是公開的場合 是公開場合 所以歐巴馬敢在公開場合這樣講 那一定跟台灣協調過啦 對不對 兩位 你叫回答有沒有就好了啦 如果完全沒有 那也太不尊重台灣了 沒有這樣的訊息或是這樣 沒有這樣的訊息 還是你們不知道是國安部門在協調 你們只負責聽命行事 國安部知不知道 對 國安部完全不知道 是這樣嗎 那如果不知道 你們怎麼知道說我們是人道救援為主 是 這個是依據外交部的這個 所以是外交部去協調的 我們側由行政院負責 國防部啊 是一個 軍事一個 依據的政策 是指導 我們的執行的一個單位 所以國防部只負責執行 是不是 那人道救援的時候 萬一 美國需要台灣的人道救援 國防部搬運什麼角色 國防部要出動什麼 不知道 那不管反恐這議題是什麼議題 但是我們國軍對反恐確保這個議題的安全啊 我們隨時都有應變的計畫 相關的部隊做好進練 對 所以副部長我剛剛問的意思 我們必須模擬一些狀態 這不是不可能發生啦 當歐巴馬把台灣這樣公開講出來之後 我們也會有一點擔心 我們已經變成是反恐的夥伴 那恐怖分子會不會台灣列的對象 你們有沒有評估過 有沒有 有關於國家安全的整個議題 我們都要審視的評估 都納入議題 對 所以應該有評估嘛 既然應該有評估 就是在所有假設的想定裡面 萬一這樣的情況發生了 那我剛剛問了 如果美國希望台灣出動人道救援 那請問國防部做什麼事情 還是不知道做什麼事情 我們國防部還要依據 各種應變任務的需求 然後完成各項的準備的測試 我們採協助的角色 要協助什麼 到底要協助什麼 協助運送兵力嗎 還是協助運送人質 還是協助運送武器 還是其他的東西 我們原則上 確保我們國家整體安全 為最首要的任務 部長你到現在都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再請教一下 那馬總統下個月要登太平島 有沒有這樣的事 國防部還沒有 有沒有 國防部又不知道了 國防部 到目前沒有 因為他要做你們的軍機 你們不可能不知道吧 他應該是要做西澳山洞吧 因為客機不能降落 難道他要坐船嗎 不可能吧 所以你點頭的意思是他要做西澳山洞 對不對 有關於總統任何的巡視 或任何活動 國防部的 那太平島的碼頭 是不是確定下個月完工 是不是 我想請主辦單位 將這個議題 將委員做報告 所以不能講 屬於機密 是這樣嗎 是不是機密嘛 如果是你就講是嘛 現在委員有海巡署來主辦 我看其實是不是有相關單位 好 假設啦 下個月真的 總統去登太平島 從軍事的角度 我現在問國防議題 從南海軍事的角度 你們希望總統在上面講什麼話 不要笑啊 問問真的 是的 那個對東南海的議題 我們仍然貶持著 這個主權在我 各自爭議 所以就現在講 主權在我 各自爭議 共同開發 是這樣嗎 這我都會背啊 但是我覺得 應該不是這樣子而已吧 他上去登太平島 應該是繼 陳水扁總統之後 第二個登太平島的 所以意義也非常重要 尤其在這個南海 現在非常緊張的時刻 去登太平島 他一定要有意義嘛 所以我們也希望你光佈做好準備 你到底希望從戰略 跟軍事的角度 總統在這裡講什麼話 對我們在整個南海的訴求上面 甚至是利益的維護上面 國家利益最高啦 國家利益最高 這跟反恐的議題一樣 我們一方面要確保國家的安全 二方面又要極大化我們的國家利益 才有意義嘛 否則加入美國的反恐行列 我們也不是不用出力啊 搞不好還要出錢耶 對不對 所以出錢出力得到什麼好處 要評估啊 那國務部在這邊你們是要假 你們絕對不是配角 不管是反恐跟南海的議題 國防部絕對是要假 你不可能是一個配角 你們也不可能完全不做準備啦 所以剛剛副部長我問的意思就是 下個月總統去登太平島 你們覺得從戰略戰軍事的角度 我們應該在這個議題上面 做什麼樣子的一個總統高度的訴求啦 我想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土 主權完全是掌握在我們自己 國軍有對所有的這個領土啊 都有捍衛國家領土的這種見識 所以捍衛國家領土宣誓主權 對不對 主要是去宣誓主權 是這樣嗎 再次的宣誓主權 沒有錯吧 就是以總統之尊 親自到最南端 去宣誓國家的主權嘛 像附近的各國包括美國 包括大陸 宣誓我們主權 是不是這樣 那麼相關的 有關於維護區安全和平穩定 是我們在世界上 各國都有一個一致的 那總統這一次出去 登太平島 安全維護的工作怎麼樣 我們會遇到相關的戰略規定 來負責總統的整體維護安全組織 大概要停留多久 大概要停留多久 到目前為止 詳細的時間跟停留多久 都還不確定 大家還不確定 但是這是一個規劃的方向 對不對 我們都會有做完整的規劃 好 另外 我再請教一下 副部長 這個 今天雖然談到四個月的軍訓問題 我個人覺得這四個月的軍訓問題 坦白講 你們要到基層去問一下那些基層的 訓練單位的人的心情 四個月在訓練什麼 有沒有用 還有對於被訓練的 這一些人來講 他的感受是怎麼樣 我所聽到的啦 很多人害怕這四個月裡面 這些亞賓哥出事 所以就告訴他們說 你們就乖乖的 不要出任何的差錯就好了 四個月玩一玩就可以回去了 是這樣的心情嗎 跟心態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寧可不要這四個月 我跟你們講 坊間一般民間 很多的人 其實他雖然不是藝林 他雖然現在也有工作 但是他們非常樂於 在他們有空的時間 投入國軍的行列 所謂國軍台灣不是正規軍 不是職業軍人 而是他們喜歡 這一個領域的相關的軍事的 然後甚至是替國家 替社會做一點事情的工作 可是呢 他們沒有地方可以去被訓練 或者自我訓練 然後在有任務需求的時候 他們也不是編制單位 所以你們也調不到他們 但實際上他們是有一定的戰力 我這樣講好了 其實有一堆人都在玩生存遊戲 這一些人是對這種東西非常瘋狂的 可是啊 他們也沒有任何訓練的場地 他們現在有些用的訓練場地 是你們廢棄的營區 但是那個廢棄的營區是 你要開放也不是 不開放也不是 他們偷偷摸摸進去玩 然後你們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但實際上他們有一定的戰力 我看過他們在玩 他們有一定的戰力 他們比那個四個月在受訓的人 還有戰力 但是你們不去管他們 你們不想接納他們 運用他們 我覺得這非常可惜啊 除了這個之外 警銷、益銷 益警、民防 其實都是社會上面 你們可以廣泛運用的人 把這個四個月訓練的錢 拿來訓練他們 我跟你講他們是另外一支後備軍隊 而且絕對是你可以用的戰士 但是這一些四個月的 心不甘情不願 在那邊玩四個月 甚至還分兩批 感覺是在怎麼樣 暑假、寒假的戰鬥營 需要這樣嗎 我覺得你們好好評估 這個會浪費很多的錢 而且你達不到效果 真正你該花錢的地方 你沒有去花 然後真正想要替國家賣命效力的 這一些可能是有戰鬥力的 你們不知道 甚至是你們默示 你們也不管 所以我拜託國防部 這個四個月的軍事訓練 這個必須好好檢討 因為這個效果 我所聽到的基層的反應 包括你們自己內部阿兵哥的反應 你可以去問看看 那些在基層做訓練中心的這些班長們 他是怎麼樣告訴那些新兵 你不要出事就好啦 不要讓我倒霉就好了 如果是這樣子訓練的話 這四個月的軍事訓練下來 是幹什麼 你們進去裡面吃零食嗎 看電視嗎 打打球嗎 跑跑步嗎 不是吧 不要連出來之後 連槍都不會用 可能連少時力症都還有問題 所以拜託國防部 這個好好檢討 還有我們廣大的名利 不要忘了 他們是你們可以再利用的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 最後一位 黃偉哲委員 謝謝主席 我自我克制一下 這樣五分鐘就好 國防部政務副部長 以及各位列席各位長官 請副部長 副部長 副部長 副部長您好 副部長您好 我覺得您是一表堂堂的 但是您其实在军众阅历也这么丰富了 很多事情有决断 可以说了就说了 你不要只是读着电脑荧幕 因为你当年人行立牌 我把电脑荧幕加个喇叭 他讲的也不会比你差了 我告诉你 所以我希望说你能够负起责任的 可以答了就回答 刚刚提到马总统 去不去太平岛 请问你 马总统是如果去的 是不是第一个 不是吗 是不是任内第一次 不是吗 所以这总统去已经不是第一个 有什么不能谈的 就这样问 如果总统去你们是不是准备好了 如果总统要去你们是不是准备好了 是的 如果总统要去你们就准备好了 你不会说总统要去我们都没准备 不会 全部都准备好了 全部都准备好了 但是 马总统之前两三年前去的时机 跟现在的时机不一样 现在的时机 一方面有这个国际的 这个在ISIS反恐的战争里面 需要 美国需要跟各方面的合作 可是另一方面在南海这边 又要跟这个中国 中国大陆有一个对峙的情形 现在的情形是不一样 更快马总统讲什么 南海和平倡议 南海和平倡议你有没有看过 没看过 看过 南海和平倡议里面就讲了说 各自主权争议 共同和平开发这个地方的地区的资源 有没有这句话 有 有 各自主权争议你这个时候 在这个现阶段去宣示主权 这是什么 你跟你自己的和平倡议 就有点冲突了 只不过因为这是政治的评论 这是另外一个外交层次的问题 不归国防部 你们国防部管的是什么 总统不去 你们会守得好 那个是海巡署 总统要去 你一定负责 安全地把总统送过去 送回来 有没有把握 没把握 总统如果要去 你们一定能够保障总统的 能够快快乐地出门 平平安安地回家 做不做得到 有关总统整体的危安 它是牵涉到非常多的层面 国防部一定在我们的权责范围之内 依据战备规定 依据总统的标准需求 来提供相关的安全 对嘛 这样子就比较像话一点 但是你说国防部总统去不去 不是你们能决定 但如果总统要去 你们一定能保障总统 能够一路不受任何的问题 至于所谓国际外交县市 那是国安单位去处理的 那不是我们国防部处理的 对不对 另外一个问题 我请问你 女兵今天讲到疫情 女兵可不可以战业绍 我们现在都已经有 女性的守卫战斗部队的将军了 只有女兵不能战业绍 为什么你可以告诉我 可以战卫绍 我们已经有 业绍业绍业绍 晚上可以战业绍 你说政治 你正式宣誓一遍 这是国防部的政策 太多人说女兵 在战斗部队是不能战业绍 为什么晚上怕黑 中卫战绍国军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战业绍 我们依据服刑的规定 没有任何性别的差异 只要完成的相关的训练 任何人都可以执行这项服务 那女兵有完成相关训绍有没有 所有战会绍的人 一定要完成这样的训绍 好 所以你这个就要颁布下去 各部队不能说 因为它是性别 这是一种某种程度的性别歧视 你知道吗 说怎么女兵不能战业绍 你听到 从那以色列女兵的耳朵里面会笑死 你知道吗 中华民国的女兵不能战业绍 这什么跟什么 对不对 另外请问 眷不处有没有人来 请 副局长 谢谢 副局长 总政治庄团局副局长 还有眷不处 副局长好 那个副部长您请 没有好 副局长 是 请问您 我们所了解的 国军眷村 改建的眷村 出去我们国办部 都有跟这个眷户来签合约 有没有 是 嫁售给他的时候 我们有签了一个 不得转售 不得转售 不然就可以收回 有没有 这个条文 102年的12月份 那个书面版本借我看一下 可以吗 书面版本我们再提供 我用我们再提供 范本等一下提供给我们 可以吗 是 我告诉您 这个今天不针对任何人 那你们今天 你们可以去好好做一个清查 可以吗 如果有人跟人家签密约 预售 转售 在五年内 五年内的 我们现在是有三个措施 在102年的9月12月的时候已经正式的公告这三个措施 第一个措施就是交屋的时候 我跟你讲我现在都没有讲人民 我只是告诉您说您要好好的清查 可以做得到吗 有违法或违约的情形 这个部分在行政的清查上 它只有受限 因为我们架售的是颜建户的名字 这部分是OK的 但是另外一个是五年的限制 这五年里面它不能转售转让 就出卖 这个范围内我们可以管控 在之后呢 它取得这个以后呢 五年以后它的 五年后不管了 对它施权上的转移 但是我们就没办法清查 好是 那你就提供这个范围 好不好 谢谢副长 谢谢范委员 谢谢委员 本次议程已经登记执行的委员 除了不在场之外 均已发言完毕 报告跟寻达结束 本次会议由委员邱志伟 杨琼英 马文君等提出书面咨询 请列入细路并刊登公报 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两周内答复 委员口头咨询为其答复的部分 或者要求补充资料者 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 与两周内提供 上会 下一个地方有请的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可否订阅 可否认识 可否认识 可否议员 请不吝点赞 可否认识 可否议员